皇甫静反叛之事 想必孟大人已经知道了 这满城风雨我岂能不知 这是大出我的意料啊 对了 梁丞相给我绣书一方 他怀疑皇甫静是被人陷害 你对此怎么看呢 大人 你可是想为皇甫静出头 我跟皇甫静没有什么私交啊 这为了皇粮还有私言的事 我们闹了好几次 刘大人你是知道的 皇甫静虽然脾气暴躁 可毕竟是光明磊落 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哪 王大人 这话传出去再被人添油加醋 说您对圣旨不满 强要为皇甫静出头 你就是跳进黄河也写不清啊 我 那国舅 我该怎么办请您明示 此件官吏 已经联名尚书隶属皇甫静罪状 现在 就差打着您一个了 落井下石 这 我孟某虽不猜 可是这落井下石我万万做不得啊 别人都扔石头 你不扔这不是太显严了吗 孟大人 我和皇甫静无冤无仇 我做这些 这可都是为你着想啊 那 那我该怎么办 请过救明示 不 这样吧 你先写一封退亲文书 我出头作证 说是皇甫静出征之前所写 这样既没有了亲戚牵连 有限的孟大人 生命大义 高瞻援主 可保全家 你让我想想吧 少王 你要不会 我爹不会这么做的 少王 不 你爹 做得对 遢 我爹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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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没走呢 对 听说孟大人府上 有宋朝大画家放宽的真迹 可否让我欣赏一下 好 刘大人 请 请 你没事吧 少皇 你听我说 你是我未来的夫婿 我不在乎 义清 不是了 孟姑娘 孟姑娘 你自己 保重 少皇 不要离开我 请你相信我的真心 真心 是 许 保重 今生今世不离不弃 姐姐 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此次皇府将军出征 把城里的金创药都带走了 哪儿都买不到 这可怎么办 要不我出城去买 现在出城我怕来不及了 他的伤应该坚持不了那么久 这可怎么办 谁那里会有金创药呢 刘徽宾喜欢武将农棍呢 他那里一定有 对呀 可是我们怎么跟他拿呀 对呀 直接向他要 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我有办法了 舅舅 刘公子 孟姑娘 孟姑娘 原来是刘公子 真巧 这不是巧 是缘分 姑娘 这么早出来 有事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到绸庄去看看 公子 你这是要去打猎吗 是啊 孟姑娘 你打过猎吗 没有 不过 我一直要去试试 好啊 要不一起去吧 来 走 刚刚遇见公子的时候 公子神色不快 是和珊生气吗 那倒不是 是 皇府家的事情 姑娘就没听说了 我和皇府少华相识多年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他举不会敢投降藩邦这种事 刘公子 皇府公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他死而无憾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 算是替皇府公子讲的吗 不 我替我自己 刘公子 皇府公子固然英俊勇武 可是在我心里 有个人 绝不叙语他 你所说的那个人 难道会是我 嗯 虽然比我输给了皇府少华 可老天可怜我 又给我一次机会 姑娘 此生绝不负你 如若不然 又如此剑 好了好了 我信我信 你不用独众发誓 这把剑挺锋利的 断了怪可惜的 让我看看好不好 好 姑娘 千万小心啊 我们走了这么久了 连个兔子也没看到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不会 这一带 最近有很多猎物的 哎呀 姑娘 孟姑娘 这 我不小心滑了一下 不不不 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你 姑娘别急 我有金疮药 刘公子 这金疮药 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些 孟姑娘 这些已经够用了 不 我还想多要一些 万一我将来再有外伤 也能用得上 而且 看见它 就能让我想到公子 这有何难 我的府中 有的是金疮药 全都给姑娘 多谢公子 这是我前世 输来的福分 公子 孟姑娘 我以为是 哪有的福本 你再有一些福尼聚 那是她的福尼聚 你 还不得了 你一个福尼聚 的福尼聚 你不得了福尼聚 你不要说笑了 不 我是认真的 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孟立军 公子你会怎么对我 我喜欢的是 姑娘你这个人 不管你贵为千金小姐 还是流落街头的乞丐 这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分别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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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这一件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 小姐你说哪里话 小姐你说哪里话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刘公子对你表白了 真是太好了 小姐 对不起 弄疼你了 好 绍华 绍华 你醒了 明君 你好些了吗 嗯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 嗯 我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走 李军 为了皇甫家 竟是我一拜 绍华 哎呀 绍华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了啊 李军 我希望 下次咱们再拜之时 就是我们成亲之日 记住 只要还活着 就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咱俩分开 我记着你的话 嗯 只要还活着 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我们分开 隋子 啊 ensor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你已经绝世三天了 你想当忠臣我成全你 可是你那糊涂皇帝成全你吗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惜呀 你死了还背着一个叛臣的罪名 而真正的叛臣还被老皇帝重用 所以你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不如跟我合作 你说谁是叛臣 我不相信 你日夜茶四言 该知道这是什么吧 这是班朝的严隐 是皇上准营严业的凭证 你怎么会用 你所插的盐有一大半都到了我的手里 我当然会有这玩意儿了 你的同流 刘洁 在我这吃得肥肥的 只有你 又穷又傻 到头来 还被别人扣个屎盆子 我囡员 Conor 我的最底红 你该是不想 PhD 你不想保护我 我死你 是不论 你不想保护我 你不戴这玩意儿 老爷 潘公公的信 这个梁丞相还在为皇府敬说情 马上准备 我要亲自上京 是 你头怎么了 小人不小心 在门钉上磕的 来人 老爷 带行师爷下去付金疮药 只能到外面看了 家里的金疮药都没了 公子好武 我不是让家里多背一点吗 公子把金疮药都给孟姑娘了 荒唐 送什么不好 送金疮药 下去吧 是 是 自从皇甫公子走后 你每天都要几个时辰坐在这儿 出去散散心吧 我不想去 今天啊 我非让你去不可 走 我不去 走 跟我来 不去 我真的不去啊 走 跟我走 走 公子 把金床药都给孟姑娘 看来皇甫少华已经回来了 皇甫少华一定会去搬救兵 我已经知会州官 在必经之路设伏兵 你也带一些人去帮忙 记住 不留活口 是 老爷 少将军 我们一直在等少将军回来 听说少将军一家被押戒上京 我们群落无首 请少将军示下 我们现在即刻返回京城 好 先找梁丞相 请梁丞相带我找皇上 明明真相 是 我们事不宜迟 去京城哪条路最近 只有一条路可通关道 不过地势险峻 所有弟兄 现在上马 我们即刻出发 是 那个船黄毅领图骑马的人 就是皇甫少华 记住 一个狗狗的不溜 弟兄们 给我杀杨军 杀杨军 杀龙 弟兄们 我们没夹击了 下马儿跟套里拼了 来 来 去 郑君 郑君 没事吧 郑君 郑君 快走 不 将军快走啊 快走啊 小牛 快走啊 将军 快走 快走啊 将军 不要拦着我 不要拦着我 不能寡不敌重 你快换上我的衣服杀出去 不可能 我不可能认识兄弟们不活的 少爷 老爷正夫人正遭受补败之约 你一定要留下来 回到福利 拿到新帝鱼刺的金牌相机了 少爷 少爷 不可能认识兄弟们不活的 少爷 重验 少爷 对不起你们 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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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太阳 给我追 别要跑了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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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姐姐成年累月 憋在這山宮後院裡 也沒幾個貼心的人 能說說話 姐姐好想你啊 啊 臣弟不能經常入宮問候姐姐 一來便引得姐姐傷心落淚 奉體為何 臣罪該萬死 好了好了 咱們今天只恤姐弟之情 最近可好啊 姐姐 臣弟年紀也大了 為恐正事疏漏 一物朝政 一直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最近感到體力沒有以前好 精神也比以前差 所以就有退隱之心 只是想退 也想退到姐姐這邊來 以便不時請安 旦夕四風 你這想法 倒是與我不謀而合 罷了 該日本宮向皇上禁言 解了你的運史之職 入朝做個省些顯心的輕易之官吧 不怕 就是葛四風 有張穿剎 誰想不見 要有抢 旦夕 但你這個月 我會有考慮 是 Section 姐姐 臣弟命该如此 你就别再为这事上身了 梁丞相是先帝之人 为人办事也圆滑得很 就算是本宫能够劝服皇上班的 怕是一时半会儿的 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班不动还可以请吗 请 对 怎么个请法 娘娘 我跟这是不过 皇上 这阵子边疆战败 人心不稳 许许多多流言蜚语 都传到后宫来了 臣妾 深以为虑啊 那以皇后之见 该怎么办哪 臣妾思虑再三 觉得要请梁丞相出巢 去寻边安抚一番 以示我皇仁政 不知皇上以下如何 可眼下这多事之秋 丞相一走 谁又能替他管领朝办哪 据账不必亲 臣妾之地留洁 忠心耿耿 正是合适的人选哪 皇上 让臣 来考虑考虑吧 皇府境兵败 损兵折将 丢失长池数所 南部边垂 位如雷鸾 民众流离失所 宫生百废待兴 宫生百废待兴 朕想请你 代为巡视 抚慰民心 这柳皇后的阵辩风 又起作用了 臣 领旨 但不知 老臣离京之日 由谁来接掌朝班 你看 国舅如何啊 启奏皇上 国舅常年住在江南 恐难禁之朝政要领 那么 你说谁好啊 老臣以为 还是由太子来兼国 名正言顺 爱卿考虑极事 不过 国舅也需安排一个时职 才好尽心去辅佐太子啊 那 就委任国舅 逐 礼部室 那会儿不累 还蛮风光的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为宝边疆长治久安 民众修养生息 特遣 梁丞相 带朕巡逝 安抚民心 梁丞相 离朝期间 为太子监国 管领群臣 处置朝政 令谢国舅留杰 巡查御史之职 调任吏部尚书 着际进京 不得延误钦此 这礼部和礼部上 上 潘姑姑 您再把那个 最后一句念一念 是礼部 还是礼部啊 是礼部 专管天下官员 原来皇上听错了 把礼部当成了礼部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借金师叔 梁大人要出朝了 他这一走 朝中岂不成了真空 不是有你吗 你呀 就这一点不好 心里巴望不得 嘴上还这个时候 有什么劲啊 本宫举贤都不避亲 你还故作谦逊干什么呀 姐姐教诲莫持不忘 不过臣弟还有一件事 希望姐姐能够成全 又有什么事啊 你那侄儿魁碧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只是臣弟一直忙于公务 没空理他 所以就拖到了现在 不孝有三 吾后为大 说 看上谁家姑娘了 蒋州城里孟氏园 乃江南明氏 西下有一名儿 叫孟丽君 听说此女子品貌双全 知书实礼 我曾专门托人 到孟府去提亲 只可惜总督皇府境 倚仗权势 结族先根 先纳了孟丽君为媳妇 现在皇府境投降藩邦 孟家已经退了这门亲事 所以 陈弟希望姐姐在这件事上 能做个主 嗯 我看此事不难 姐姐 因你就是了 谢谢姐姐医职 是 老爷 万千之喜啊 怎么了 皇府少华急于党 已经被全奸了 留期干的 当然了 这回留期干的漂亮 放出风去 就说是朝廷一手安排 皇府少华身为侵犯 抗旨不尊 被官军隔壁 罪有应得 咱们可保不欲 老爷雄才大略 真让人五体投地 哎 奎儿呢 哦 呃 少爷 因为老爷 不同意他和孟姑娘的事 一直闷闷不乐 叫他来见我 是 爹回来了 身子可安静 混合了 你 智商 来 予 我 你 那 你 你 你 我 有 徐沛给你 爹 你没骗孩儿吧 爹会伪造圣旨 骗你玩吗 恭喜大少爷 恭喜大少爷 这么一来 皇甫家的一见之仇可就爆了 别再提这件事了 爹 什么时候办婚事 京城的圣旨很快就会到 为了给孟家一个台阶下 爹明天亲自去拜访他 以后成了儿女亲家 我们主动欠 多人不怪嘛 谢谢爹爹 诱饶爹爹 小姐 差役 皇甫上华真死了 网文都下来了 那还有假 聚众谋法被官军击毙 那你知道在哪儿吗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应许 你帮我打听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姐 这一定不是真的 这一定不是真的 大人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这人都死了 这还有什么用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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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奉天成运皇帝诏曰 所谓刘洁之子 刘窥毕 亲子 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少皇 你说过 只要还活着 就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把我们分开 你怎么如此狠心轻悟而去 小姐 起来吧 李娟 起来吧 宣旨的人已经走了 小姐走了 孩子 爹地知道你对皇甫公子还难以忘怀 可这是圣旨 这不是一般的亲事 是由不得我们的 抗旨不尊 那是要杀头的呀 更何况皇甫家已犯下了弥天大罪 万一有人把我们家 跟皇甫家连为殷亲 那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都难以保全 爹爹无用 没能让你觅得一个好的郎君 还让你小小的年纪就担如此重担 可为了孟家 这是唯一的处人 孩子 你的苦衷 爹爹心里明白 你不用说了 我家 我家 滴滴答答 情有在不停的响 听见吗 我密密麻麻的情话 每滴都那么傻 都往你心里走 等待着 等待着你的手去捉 风吹也罢 泪打也罢 泪打也罢 都看命运的造化 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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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真的要 对不起你了 小姐 不要说对不起 我知道你的心里比我更难受 我 是啊 你怎么会 刘大人 你是又生官又娶儿媳妇 双喜临门哪 同喜 同喜 钦差大人 梁丞相寻边 这文武百官这边 不知宰相之职 皇上如何安排啊 皇上已命太子监国管理朝政 太子年轻有违 气象一定是焕然一新哪 这是自然的 刘大人 小人宣旨完毕 回京复命去了 刘大人早点复任 切勿拖延啊 大人 要不要留下来 吃完小儿的喜酒再走 不必客气 等刘大人进京 我们再聚 那好 后会有期 请 听见没有 皇上让我马上复京上任 时间紧得很 爹 那我的喜事办不办了 办 一定要办 老公公 爹心已决 就把娶儿媳妇的婚宴放在 老公公上任的喜传上 简直是荒唐 自古一来 哪听说边搬家边娶亲的县礼 他当真是一两天也等不了了 我看他是官迷心窍 走火入魔了 老爷 你就忍了这口气吧 这婚事 是皇后指定的 这婚期 又是亲家定的 这婚礼在哪儿办 就随他们怎么定吧 这几天 我常常彻夜门心自问 我还哪有一丁点儿 读书人的风骨和境界呀 太子此次回京监管政务 是万民之所望 须防小人相妻 宦官专权 蓬荡营私 前车之父历朝可见 太子英明 必不为萧萧所获 切记 切记 亮太师 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我会记住就想 并子 还有 快来 老爺 你还不许多 为你爹 为你弟弟明月 我会的 娘 我们都会的 我们一定要坚持 等着爹和尚华回来 你们出败 你们来吧他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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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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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站住 等一下 那是什么声音 给我追 前面好像有求救之声 去看看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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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要去 你得活下去 女儿 娘 娘 托人体给算了 说你是大富大贵的呢 我不要大富大贵娘 我就要跟娘在一起 贵 贵 听话 你一定要护着 用你爹和少华相聚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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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